来关心天气的状况 大家可能很好奇的是说 现在都已经8月份了 好像还没有发生 这个台风入侵的状况 那么根据这双气象局 气象预报中心主任正名点表示 今年的确还没有台风来到台湾 也还没有发过台风警报 所以日前已经悄悄地刷新了 气象局单年最晚记录 而且还在持续当中 那么根据气象局的台风资料库显示 从1958年开始 那么单年最晚记录 是在1993年轻度台风塔沙 在8月17号所发布的海上台风警报 而如今在今天已经8月20号了 台风也还没有踪击 那么正名点也提醒大家说 台风经常是一团一团的生成青台 所以有可能一次会来好几个 也因此尽管现在还没有来 也不可以掉以轻心